初级到中级写作宝典 这一篇要帮同学介绍的是 收垃圾的时间 你看那么多的垃圾 这个群众排队在丢垃圾 我们的安排 第一个是既然这题目是讲 收垃圾的时间 所以我们重点就应该放在这个时间 然后加剧的发展 你收垃圾的车辆 来到之前的情境描写 第二个 车子来到时候的那个情境 再来往下念 就是车子离开之后 那个情境 最后是你的看法 做一个结论 那这样子的大方向的安排 就应该可以 这个写得很妥当了 好 我们第一个就来把重点的时间 先写下去吧 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写作的模式 这个叫自问自答 常常在主题句的时候 自己提一个问题 那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那下去就针对你的提出来的问答 来延伸 来发展 来补充 这是一个写作的模式 所以这个方面 因为谈到时间 我们可以用 你知道 因为收垃圾的时间 那么这个丢垃圾的人 大概都是附近的那些邻居 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 那附近的那个邻居 就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碰面 聊天 对不对 说说笑笑 等垃圾车来 好 这个情境 我们就是这样子 来描述 我们可以用 Do you know 用直接的问句 Do you know 最棒的时间是什么 一般我们的邻居 很少聚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 Do you know What is the best time 哇 这个 你知道吗 最棒的时间是什么 什么最棒的时间 对什么人而言 只要是对什么人而言 这个就是 插入一个片语了 For people 对这些人 在自问自答 什么人 住在 邻近地区的 好 那我们可以用 直接用一个 For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 G-H-B-O-R in the neighborhood 就是住在 附近地区的人 去干嘛 最好的时间 对这些 邻居的 那些邻居们 来什么 嘿 后面就把动作 写出来 For人 他的句子结构是 What's the best time For人 to 做什么事情 所以 后面要接出来的就是 to get together 聚在一起 那聚在一起 还怎样啊 快乐的聊天 好 聚在一起 And Have a happy chat OK Chat 聊天 这个chat就是 名词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请你猜这个时间 是什么 Do you know what 但是这个地方 老师要稍微 做一个补充 我们常常把 Do you know 跟Do you think 搞不清楚 记住 如果你是用 Do you think 你认为 那英文的写法 要这样子啊 要把 那个 疑问词先写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time 然后面 for人 to 怎样 嘿 这个是 一个句子模式 Do you know 你用Do you know 疑问词 是在这里 在后面 你用Do you think 疑问词 是要放在前面 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老师提醒你 要注意这个地方 好了 这边已经是 自己问 然后自己 要怎样 要回答了 自问 自答的写作模式 好 你的回答 是什么 这个是 收 热色的时间 哎呀 没问题了 那一定就是怎样 可以 你就可以 No problem No problem 没问题 的确的意思 确实的意思 好 那后面 It is the time 那就是 这个时间 什么的时间 后面用for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是什么的时间 开会的时间 就是 the time for the meeting 好 上课的时间 the time for the class 所以 time后面 常常是叫for 是做什么的时间 the time for trash 当然我们家庭的垃圾 也可以用 gobbage collection ok on 好 collect是收集 当然还有一个 这个字 比较难 accumulation 那太难了 不需要 我们用这个简单的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 我们的 主题句 那么 家具 你要针对 这个 你所提供出来的 啊 收 垃圾的 这个时间 来延伸 来扩充 这个就叫 发展 剧 好 发展剧 我们暂时 先 谈到这个地方 好了 发展剧 留来 等一下再继续的 来叙述 等一下再继续的 会计相 转发展剧 下车 下车